再来关心今天国内各主要报纸的头版消息 在联合报方面 头版报道的是 财政部长市井 美中贸易战将长期三大观察重点 当心金融风暴重演 我1.4兆的举债空间足够应付 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应该是长期的 以谨慎的态度来看 尤其要留意系统性金融风暴是否卷土重来 一旦发生的话 财政部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因应 而目前没上有1.4兆元的举债空间 足够应付危机 而联合报头版还报道了选举的相关新闻 就选情吗 台电连三天降载 空污季来了 环团要求制度化不要选举利多 台电则说 新机组上线有余裕降载 空污季来临 环团争好气联盟 昨天指出 过去两年持续要求台电降载比例提高 但台电几乎不理会 不料选举接近 未到环保署强制降载的门槛 台电过去三天却连续主动降载两层旧空污 甘心是旧选情的利多 环团呼吁降载应该要制度化 在自由时报方面 今天头版报道的是 要求机上酒全开 每瓶却都只藏一口 富少奥客航空公司列黑名单 从地面到空中 奥客无所不在 近期有位富二代多次搭击 态度不说 还故意开光机上所有的酒 却都只藏一口 甚至是一杯 导致剩酒全得倒掉 航空公司十分困扰 因此将其列入黑名单 尽管父爸爸一度想提异议 仍遭拒载命运 引发业界议论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统计 过去十年间 全球总计有 五万八千多件奥客通报 华航曾经透露 黑名单人数只有个位数 但是根据了解 现任董事长何暖轩 例行保护机组员的政策 不容奥客行进 至今黑名单已经有百人 长榮航空公司则是在 2011年首度证实有黑名单 拒载有多次在起飞前 要求用餐 并且私闯厨房等 刁难空服员行为 记录的彭信旅客 《自由时报》还报导了 教宗方济各问候蔡总统 副总统陈建仁 抗力在意大利时间14号 出席已故教宗 保禄六世等人的丰盛大典 陈建仁会前 觐见了教宗方济各 代表蔡英文总统 及台湾人民 便邀教宗来台访问 并为台湾跟世界和平祈祷 教宗主动请陈建仁 代为向蔡总统问好 也表示他会为台湾祈祷 另外《自由时报》还报导了 史上最大1920兆台币泡沫 中国房市平临崩盘 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增温 经济成长趋缓等因素影响 中国房市往年经久银食 盛况不在 不仅指标房气万科 碧桂圆等大大5到7则 销价卖房 中国房气更是弥漫着 只求活下去的悲观氛围 规模超过了430兆人民币 形容被是史上最大的泡沫 中国房市已经平临崩盘 在中国时报方面 今天头版报导的是 司法院清明专案雷厉风行 开闸荒唐法官 继法务部调查不效司法官的 政绩专案之后 司法院强力执行清明专案 秘密招训俗称 正风狗仔队的正风查处 机动小组80人 所地有重大风际疑虑的法官跟监 进行动态的收正 目前除了已经查出 朱梁 曾谋 陈梅清 三名法官违法行径送办之外 清明专案另外还锁定了 收正三名风计操守 不佳的执政法官 在中国时报头版下方 报导的也是选情 彰化绿地恐化会变蓝天 王惠美胜为民股8.9个百分点 民进党卓水西防线告急 根据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近期就全国最大县 彰化县长选举进行民调显示 国民党参选人王惠美 以37.7%的支持度 胜过民进党现任县长 为民股28.8% 有台北市长柯文哲相挺的 五党籍参选人王文林 支持度只有5.8% 在六都之外 人口以129万全国排名 第一大县的彰化县 恐怕将绿地变蓝天 在苹果日报的今年头版报道是 九合一选战自雇22县市长的迎面 绿军是力抢15席 蓝军则是冲刺12个城 在国民党方面 九合一选战进入倒数40天 仅在新北市等六个县市执政的国民党 目标是拿下过半的县市 国民党主发会主委李泽华分析 目前稳定领先的县市包括了新北市 苗栗县 南投县 宜兰县 花莲县 台东县以及连江县 还有澎湖县两个外岛县市 总计是八个县市 至于台中市 彰化县 嘉义市 金门县等 四个县市维持小幅的领先 也有望拿下 而至于在民进党方面呢 现在是手握高雄 台中 桃园等 13县市执政权的民进党 除了希望年底立保13个县市 继续执政之外 更全力抢攻台东县 新北市 党内人士透露 为了加强助选的能量 近期将邀及中央地方年轻政务官 组成青年刺客助选团 以改革为选举主轴 对蔡政府上任以来的年金 能源跟租税改革等政策 清楚论述 诉求改革不能走回头路 反攻国民党 稳住选民的支持 而在今天 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 都有这个王永庆辞世十周年的纪念特刊 而在这个头版方面呢 在经济工商时报报导的是 高通加入台湾5G国家队 主动表态将提供5G互通测试 吸手台厂抢全球专网的商机 全球晶片巨拨高通 决定加入台湾5G国家队 根据了解高通高层呢 日前亲自拜会5G办公室 以及中华电信主动要求加入台湾5G国家队 同时释出两项计划 包括协助台湾产品进行5G的互通测试 加速台厂5G商品产品商品化 以及跟台厂吸手合作 抢攻全球5G专网的商机 另外在工商时报也报导了 中阶技术人力拘留条件也拟放宽 新经济移民法草案行政院今天要审查 根据了解宋院审查版本大幅松绑中阶技术人力 取得永久居留的条件 从原来预告连续居留7年 大幅放宽为5年 与入出国移民法外国专业人才 永居的水准拉齐 另外为了避免大量引进外劳 排挤本国就业的疑虑 中阶技术人力引进有双门槛把关 薪资不但设有必要的门槛 产业人力是41,393元 而且未来会定执法 有总量管制以及产业别的配额 至于在精致日报的头版报导的则是 星期四法说 钉5个关键 iPhone XR拉货 高通订单何时回归 虚拟货币的需求 以及7奈米放量超微转单等等 台积电第四季的盈域外资暢旺 另外也报道了台股重回万点 国际变数仍未消退 国家对护盘仍要高度戒备 早上一杯咖啡 早晨时光 有点 有点